首先,我们将我们隐藏的墙体全部进行取消 取消之后,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一点虫面 我们要调整一下 鼓里出来 或是直接添加Mesh 进行调点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绘制它的地板 地板的绘制都是从墙体的内侧开始的 在这里Shift加G可以隐藏我们的几核体 直接通过我们的CED来绘制我们的地面 所以我们的墙体 可以隐藏我们的墙体 我们的墙体 大家可以隐藏我们的墙体 就是墙体 现在我们的墙体 我们的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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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绘制的时候一定要绘制到门的下面 我们可以是绘制外圈的 因为这样到时候就不会出现门下面漏缝的情况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 给他一个Mesh就可以了 或者给他一个Poly 可编辑网割 这样我们的地面就有了 我们直接来输入他的材质 浅灰色 然后就是来做我们的天花 天花的制作 还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室内的建模里面 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的平面切换到我们的天花 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绘制 首先我们能看到它有两个地方有吊顶 一个是在饭厅的位置 一个是在客厅的位置 我们在我们的CED里面也能看得很清楚 这是会客厅的也就是客厅的那面墙 这里有一圈樱角线在下面 上面有一圈掉顶的还有一圈樱角线在这上面 所以我们要来绘制一下 餐厅的同样也有 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立面的绘制 餐厅立面的绘制同样的 下面有一圈樱角线 然后是他们掉顶的这一圈 所以在这里 我先来演示一下 掉顶如何来制作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顶次图 Shift加记 可以将几合体进行隐藏 同样的 来勾线 在这里是勾墙的类侧就行 但是我们还有一圈 是有特别的 在这里是有特别的 来uel格线 看到这里是有特别的 是有特别的 我们先来叉治一下 凡分别的 是有特别的 还有收线 是有特别的 那么穿击 看到后一圈 在这里刚刚我们的平面好像没有隐藏 再来隐藏一下 调整一下点 然后再来绘制它里面的这一圈 直接通过矩形来进行绘制 相当于给我们的天花先掏一个洞 我们来看一下 和我们的这个差不多 这边差不多 只是有一小部分的出入 出入是正常的 这边同样的有一小部分的出入 我们可以调一下点来试试看 没什么用 说明它的绘制有一定的误差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给它一个挤出 100的掉顶的厚度 让它摆放下来 还可以再往上挤 我们可以用原来测量一下它的高度调定的 200 在这里输入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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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材质 调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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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顶一般都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选择用白色 调顶 调顶之后 我们看见它有一个灯槽的位置 在这里 再我们看一下CAD CAD这里也有灯槽的位置 所以我们先要做一个灯槽的一个造型 在这里我们直接来绘制它的剖面 我们看看剖面是不是这样的 再来看看客厅的剖面灯槽 差不多 基本这样 然后我们就开始 来为每一个调顶的位置 做出灯槽 首先先绘制这个 方法很简单 同样的还是用SWEEP的扫描就可以了 翻转一下它的面 然后摆放一下位置 客厅的摆放好像是这样的 我刚刚有看到这里 凸出来的这部分比较下面 这一圈有了之后 同样的给它 用吊顶的材质 然后是我们的饭厅的这一部分 同样的 拾取一下 摆放好位置 更改一下材质 这样这一圈灯槽就有了 这个灯槽是以后要在里面打灯带的地方 所以要留出一个槽 这和我们实际情况当中的是一样的 通过模型也可以进行处理 然后我们再来走一圈线条 线条的走法和灯槽的做法是一样的 同样的是绘制它的剖面 然后再来走一圈 将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接 焊接好了之后 我们选择用同样的方法 对它进行一个 拧脚线的处理 我们绘制一下 在这里我们就直接绘制它的内圈 我们来看一下 对它进行一次焊接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给它一个吊顶的材质 一般的都是石膏线这种 里面的这一圈做法也是一样的 我就直接来进行绘制了 这样我的两个吊顶就已经基本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之后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将我们的屋顶进行封起来 所以我们还要处理一下屋顶 当屋顶封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下面的楼平面 也就是我们的底面 地面 直接往上也可以给它一个挤出 一时的厚度就可以了 让它将我们的屋顶进行盖住 更改一个材质 天花板的吊顶都是白色的 在这里还没做完之前 我们可以先将它隐藏起来 将这一块板子 吊顶做好了之后 我们还有它的一圈樱角线 我们来看看樱角线的走向 是客厅都有 饭厅也有 客厅有饭厅都有 所以我们直接来进行绘制 它这个是根据墙体来进行转折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墙底上进行绘制 线条绘制好了之后 直接来释取一下剖面 这个剖面和这边的好像不一样 还要重新来绘制一下 在室内制作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的剖面不一样 一定要耐心的绘制好每一个剖面 对点进行焊接 对点进行焊接 扫描一下 摆放位置 这样我们的这一圈樱角线也基本有了 它也是白色的 一般都是用的调领材质 在这个地方 就是通往阳台的这个地方 墙体上应该还有一块凉 在这里 我们需要对它补齐一下 可以制作一块350左右高度的凉 来更改一下它的材质颜色 350可能有一点短 可以改到500 更改一下它的颜色 接下来我们还要绘制的是它的踢脚线 在踢脚线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CED进行一下观察 在我们所有的房间都有踢脚线 这个可以平时自己多观察一下 所以我们要来进行一下绘制 我们看看有没有踢脚线的剖面 这些地方应该可以画出踢脚线的剖面 我们可以直接先来绘制它的路径 其实它的路径和我们刚刚走的这一圈 樱角线的路径很相似 只是在这里还要走到外面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下更改 我们可以直接先绘制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直接先绘制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Country V 然后将它们两个孤里出来 将它的命令删除 附加到一起 我们先 然后我们 对它进行一下处理 对点进行一次焊接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在右边来进行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在右边来进行点 绘制好了路径之后 我们将它放到我们的水平位置上 然后选择一个我们的 例面图来进行 它的剖面的绘制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餐厅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将餐厅的 CED进行取消隐藏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在录屏 所以电脑有些卡 它的有时候会有一些闪 我们现在是在丢队 我们现在的词区 我们现在是在这里 好 我们现在是在银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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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有的点击 进行一次焊接 在这里还要调整一下 焊接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来释去我们的 用路径释去剖面 这一圈就是我们的踢脚线 然后翻转一下它的一个形状 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踢脚线了 然后给它取一个名字踢脚线 踢脚线绘制好了之后 其实我们的整个模型就已经基本绘制好了 需要我们通过建模来处理的这一部分就已经基本绘制好了 这部分绘制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还需要的就是调一些模型来进行摆放 比如说我们平时家里面的沙发 电视机电视的茶几然后餐桌还有一些装饰品 这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已有的模型来进行调用的 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 当时在做的时候在门的位置没有进行断开 这里我们要进行一下处理 在踢脚线它会挡住了我们的门口 在这里逐一来进行一下处理 可以给它添加一个活力的命令 对它进行一个切脚的处理 快速切变 然后将它的面进行删除 删除之后它会出现缺口这两边 我们可以将它的缺口进行补上 在我们的鼠边右键里面有一个叫封口 点一下它就自动把刚刚的切过的都进行补齐 在这里我们待会再来进行删除 因为有一些问题 我们待会再来进行删除 待会我们将它转化为我们的可编辑网格之后再来进行删除 我们首先将该切片的门都进行处理 这个地方 然后是我们的正门口 将门口的位置都要进行删除 进行断开 现在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可编辑网格 将这些挡住门口的面都进行删除 这一边的可能要仔细的看一下 因为刚刚切了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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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s Biden